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爱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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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已经是隆时的第21 我们现在就在飞机座面 在等起 先去迷南 然後再轉機去不難的 我們來看看有什麼東西吃 如果你真的很想吃冬菜就可以選擇這些 有一間很輕鬆的消毒濕紙巾 如果要買一把電話或廁所的時候 都會比較方便 生完的 待會想全部頭髮都在後面 或者其實今天都大頂先 還有一支是來自法國文牌塔巴 有一個小小的尺寸 60ml的噴霧 這個本身我也有用 它比起平時的噴霧 因為有層油會更加滋潤 會有這支的胖長 小小支 我想它去十幾天又不用戴最小的 還有就是Well-aged的這個 魔法藥圓套裝 它也是小小的 要用的時候就可以這兩個 拍拖在一起去用 都挺方便 戴相機和超級厲害 很濕的就是上次去紅火電梯間買的 挺好用的 它不會太厚身 例如旺角的三個 就是最保濕的之人 可能洗完之後 就敷一敷令我喜歡旺角的 然後還有CT的 這個Megic Cream Termal Size 它的Cream都會比較滋潤 而且它的空氣性會比較好 最後一件事就是這一包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想到 我把卸妝水浸濕到化妝棉 然後用一些密實袋包著 那一會兒可能剪完片 所以你想睡覺的時候 我就會先用它卸妝 然後再敷衍檔 還有塗星華 塗上 我還在西遊的補妝 因為上飛機補妝 或者化妝 補妝妝我覺得最方便 就帶了這支 我帶了CT這副鏡 然後我再放了一支 Cobi Brown的粉朴 因為只有它才夠 剛剛好 放進去 還有是靜的 有眉筆 然後有眉椒 還有眉椒 還有一支眉筆 其實我不是用它來畫味 因為它有梳頭 所以我會用它來梳整整的眼睛 最後就是有這支Xploma的唇膏 它也是小一支 最快出街都是大 因為它真的夠細小 而且顏色也挺漂亮的 很貴的淡沙城 現在應該是香港時間 大約4點39分左右 那我就在飛機上面 將整個Xplomas的浪 剪了一次出來 那我就會拜託 我其中一個在香港的朋友 幫我上youtube 因為不知明天在乘飛機的時候 會不會很遲才登上 那希望可以準時出到 只要香港時間8點9點左右 可以出 在旅行中 旅行 我們很享受您的旅程 希望祝您的旅程和祝福假日 坐了13個小時 終於到了第一站 米蘭 現在是早上時間的 7點多小時左右 外面還沒見過 我們現在過來轉機 還會在米蘭 待兩小時 想不到早上7點的米蘭機場有這麼多東西走 全部人都已經開工了 坐去Helzinki的這層機 我們選了芬蘭航空 他也有這些東西可以買來吃買來喝 阿旺說其中一個很有名的 就是他們的藍莓汁 我們終於終於到了芬蘭了 好開心 我們好像坐了24個翔頭飛機那麼久 我們在芬蘭看到的第一棵聖誕樹 看到很多人直接帶小朋友 帶小狗 一起過來度假 他們真的很有聖誕氣氛 一起戴月頂聖誕帽 哈哈 第一個行李到 第二個行李到 第二個行李到 帶來到的第一秒 發現了 黑色的 這個已經用了很多年的 玫瑪滑 爛了 上面應該爛爛了 這裡現在整塊是可以 翹起的 這次行李到 我 我 沒有名字是芬蘭其中一個超級出名的人 來到之後 直接在機場已經看到他的店 市中心也會有的 我們可能今晚或者明天就會去行 我們剛剛搭飛機的時候 手機在看Uber App 後面就有個很好的女生 應該是芬蘭人 提我們其實搭火車是最快和最便宜的 說二十多分鐘左右就可以出回市區 我們現在在最左邊的 32分鐘便會到總澤 市中心 對 我們在火車站那裡拖了四個行李箱 最辛苦的是那些樹 有一點融融的 所以質感也不太漂亮 但溫度上我覺得都很可以接受 我們沒有再加過任何衣服 手套也沒有再帶 但也OK 不是真的很冷 阿翁是一件衣服也沒有再穿過 這一間就是我們今次會stay一晚的房間 整個裝修我都覺得非常不漂亮 而且也是頗新鮮的一間酒店 最重要就是它的地理位置 真的在車站旁邊 可能走兩至三分鐘便會到 然後現在我已經換了帽子 然後換衣服 準備出去逛Christmas market 然後會訂了一間餐廳吃飯 但後面行程方面 應該我都會想放在芬蘭旅 可能一會兒的鏡頭就輕輕地帶過 那我們現在就出門口了 看見到這裡有一棵聖誕樹嗎 然後呢 再調轉過來 就是他們的Christmas market 最後做完這兩天 如果我們搭遲兩天飛機來 就已經見不到 很多都是本地自己手工做的一些食物 咦 我聞到有食物的香氣 吃完聖誕市集之後 我們現在就去了一間 在當地也蠻有名的餐廳 在我們出發之前已經逛了 這個是芬蘭很有名的鹿肉 剛剛阿旺試了第一塊 他說有些乾的口感還是味道 吃完飯我們出了來這個公園走一會兒 我們現在打算去放水 回酒店那裡 晚上口乾都可以喝水 回到酒店 今天的Flotmas都暫時到這裡 有點累 因為坐完飛機 然後再出去吃東西 如果之前的Flotmas還沒看 就記得去看 還有之後的也記得要留意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可以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社交平台 不要忘記按頻道的鈴鐺 那我出片 第一時間就會通知你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